烧向未来的火焰 已势不可挡 阵风吧 发火 枪冲出牢 面对狂惧 疾风逍遥 纵折强枪 凌翼不回 死刀 死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找到人了 他们又来找你麻烦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你醒了 怎么眼睛通红的就像哭过了似的 快去洗把脸吧 你揉了揉眼睛 走到水池前 水面倒映出了你的模样 交给我吧 我可是很能打的 方才好像做了一个很悲伤的梦 师兄 你别一脸担心了 我没事的 怎可能不担心 你身体越来越虚弱 如今更是常常晕倒 差点忘了 师父已经回山 主妇你醒后立刻去见他 他老人家定是找到了治好你的法子 师兄啊 上次 上上次 还有上上上次 你也是这么说的 刚才好像看到个黑影 师兄小心 你被躲过去了吗 看来不是普通的小贼 小师妹 快去找师父 我来拦着他 此时的大殿中 一道士如仙人临世 正与众多黑衣人交手周旋 天心宗的魔门败类 休得猖狂 哼 道门魁首 实力也不过如此 斩神律步 你为虎作仓 可惜了这一身的武艺 我们启宁复京 不过是董相国 想讨教长生之术 先师 又何必动气 原来你们也成了董卓的走狗 说长生之术本就是使人谬传 并食油 也不会传给贪比之人 师父 您受伤了 你手上的 是道门质宝乾坤卓 原来左慈把他给了你 哼 若他还在你师父手中 定能激发道门玄兵苍天地剑的全部威力 只怕连我也会化为剑下积粉 真是天助我也 你 难道是我 拖累了师父 请您收回去这乾坤卓 不要冲动 你先天心脉受损 唯有他能护住你心 这次下山 为师找到一本天命心法 对你大有弊异 一定要收好 买着苍天地剑和天命心法 快走 师父将苍天地剑放在了你手中 一股强大的力量突然涌入你的体内 这股力量在引导我 这股力量在引导我 这就是地剑的力量 这力量 呵呵 你似乎能让我好好享受一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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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道长未免轻视了天下英雄 我们三兄弟 未必会输给这盲部 想不到今夜借宿此地 竟也会碰上董卓的走狗 吕布 你助纣为虐 妄为武神 就用我等来击溃你 不忍者 挡住 青龙斩 看看战术 啊 地剑出世 呃 惹怒我了 喂喂 这次的新处人这么弱 带出去也太丢人了 唉 就用我的力量来帮你吧 嗯 先换换为 洪荒济世平好了 这是谁的声音 万物炼剑 剑化万物 洪荒济世 滋养众生 别怕 有温暖 万物复兮 身上的伤都痊愈了 谢谢你姑娘 接下来 我等也要使出全力了 阴阳晃烈 不忍者 当珠 青龙斩 看 看看战术 看看战术 喂喂 情况有点不妙啊 只能使用更强的力量了 天生九日 后裔射职 太黄金魂 利欲凌空 太玄黄雅 好 请邪怒火吧 小姑娘 剩下的 就看你自己的吧 地剑的力量消失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实在是太有趣了 很久没有人 能像你一样 让我如此兴奋了 什么 受到了那样的攻击 竟然还能行动 这家伙 恐怕已经达到了无道的极致 啊 力量 不断地从体内涌出来 地剑之力一尽 再战斗下去 也只是徒增伤亡 与其牺牲于此 不如留住有用之身 贫道来拦住吕布 请诸位带着贫道的徒儿离开这里 快走 哼 这就想走了 把手上的宝物都交出来 姑娘 我等来拦住此人 你速速离开这里 日后好好磨练本领 也好为我等许恨你 别磨叽了 快走吧 想逃 你们给我去追那个废物 后面的追兵步步逼近 你逐渐被追兵逼入绝境中 哼 你逃不掉了 大家请保佑我吧 你从山桥上一跃而下 听着风从耳边呼啸而过 脑海中浮现这些年生活的点点离地 和爱的师父 亲切的师兄 那些平凡普通但又津津有味的日子 巨痛突然传来 仿佛听见了一声惊呼 却又很快失去了意识 不知道过了多久 恍惚间一丝清凉的水流入嘴角 你恢复了一些力气 你恢复了一些力气 太好了 你终于醒了 你突然从天上掉下来 当时真的吓了我一大跳呢 喂喂喂 你为什么不说话 本姑娘可是在这里照顾你很久了呢 她担心地看着你 不自觉地靠近了一些 几缕发丝轻轻地触碰着你的脸 嗯 从那么高的地方掉下来 该不会伤到这儿了吧 你面前的姑娘苦恼地揉了揉自己的脑袋 你是谁 在问别人名字前 先报上自己名字才对吧 你 你好 我叫张星才 请多多指教了 说起来你怎么会从天上掉下来 我 你思考片刻 决定瞒下苍天地剑与天命心法之事 将剩下的事情告诉了眼前的姑娘 又是董卓这个混蛋 自从他当上相国之后 天下人就都没有好日子过了 你也不要太担心了 既然董卓认为你师父精通长生术 就不会下毒手 的确 师父很可能还活着 先离开这里吧 不要被他们抓到 终于找到你了 这些人的目标是我 姑娘快走 本姑娘可不会落荒而逃 为那美好的明争而战 地剑的力量好像恢复了一些 试试看还能发挥出多少实力吧 好厉害 快撤 姑娘 刚才多谢你了 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呢 我想去救出我的师兄和师父 可是凭我现在的力量 与宗斯无异 别灰心 董卓残暴不仁 天下的诸侯们已决定组成联军讨伐他 联军 若是能加入联军 或许就能救出师父师兄了 山下的清禾郡正在招募讨伐董卓的议事 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去 好 那今后就请姑娘多多指教 半年前我来过这个村子 村口阿婆唠的胡饼又香又脆 如今大家都逃晃去了 这是的 村子里突然传出巨大的响声 这是 村子里有打斗手 这个动静 该不会是银瓶 坏蛋们都给我走开 这么小就拥有如此可怕的距离 嗯 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这孩子是很珍惜的素材 所有人一起伤 活捉他 你们赖皮 要本是单挑 银瓶瓶 银瓶 坚持住 我来保护你 星材姐姐 有你的保护 银瓶就什么都不怕啦 银瓶是我重要的伙伴 他在场时将会激活我的羁绊 为我们施加强大的护盾 不许欺负心裁姐姐 使人家一锤 我首次受到敌人的怒气攻击时 会激活银瓶的羁绊 他将立即回复大量怒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音频终于找到你了 音频 你是不是又偷跑出来了 姐姐不也是 喂 音频 听姐姐的话乖乖回家 是啊 你一个小孩子很危险的 不会啊 连爹爹都夸过音频很厉害的 不信你看 我 我知道了 快停下 总之 姐姐去哪里 我就去哪里 可不许把音频丢下 你呀 以后你可得乖乖听话 音频一直很听话的 天色不早了 不加快行程的话 可能就得在山上露宿了 下山下山 音频要去吃糖葫芦 观音频蹦蹦跳跳地往山下跑去 音频 等等我们 音频道